這個做出來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 第二個就是 英文也做出來 中文也做出來 那英文中文怎麼做 特別重要其實 英文部分 你只要把拿這個來修改就可以 複製一下 OK 複製之後呢在底下貼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英文的 可是英文有哪些地方 要修改英文 OK 英文的話特別注意英文比較麻煩英文的話他的內碼的位置 會是在哪邊呢 他的內碼部分的話 會是在 有A 而且有B 而且兩個區塊 所以呢變成說如果你要判斷的話可能你要判斷兩次 他是不是 是英文 是 或者是 是怎麼辦呢 所以有個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英文部分 乾脆呢全部轉成 大寫的 或者全部 轉成小寫的 這樣子的話呢再來判斷應該問題就比較少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全部轉成大寫 或全部轉成小寫 那其實喔 在VBA裡面有對應的 函數喔 所以這個 我們在 複製然後 這個程式也許先放在下面好了 那如果我要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它全部 改大寫跟 全部改小寫的話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叫 U-CASE 這個的話 你可以 假設我今天 假設把 這邊 乾脆 這個好了 全部改大小 用大小來判斷 如果我要把這個 裡面的字全部改大寫 存在這裡的話 那其實我先寫在下面 下面 這些也許先 先不要執行 這邊先 先等一下 再掛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什麼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全部轉成 大寫 可以放這邊的話 當然第一個 輸出到哪裡先寫在前面 所以我可以先寫一個Sales 假設我今天要全部轉大Sales 哪一個呢 切到 儲存格Sales然後第幾列的第7列的 哪一欄呢 這個 放到哪裡是放在C欄好了 先寫前面 等於 那個 A欄的資料轉換 那A欄的話呢 就這邊改成A就可以了 OK然後呢 轉的話你可以用一個 我剛剛講你可以打一個 空一格 VBA 裡面有個函數叫 小寫我記得是Lawcase Lawcase 然後呢 大寫的話呢 就Ucase UP 就是轉成大寫 叫Ucase的這個函數 然後你後面的話就把 資料給他 給一個字串 那這個Ucase呢就會幫你把這個裡面 儲存格裡面的所有的字呢 全部都轉成 這個大寫 放到你指定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這樣Raw 假設這樣 這一行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他就會 因為經過他的關係丟到這裡 這裡的話基本上就這裡 有沒有 小寫 轉成大寫 那如果全部轉成大寫 那我只要判斷一次就 就等於是說呢 我就把它當 全部大寫來 判斷就OK了 OK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呢接下來就把上面這一段程式呢 一樣的做複製 貼到底下 所以關鍵地方就是那哪個地方要改呢 改這個Ucase呢 其實應該是哪裡 應該是在 關鍵地方 因為我要判斷嘛所以 應該是在這邊 的外面呢再多一個Ucase 所以特別注意 怎麼包比較簡單 記得你可以 在這邊加一個什麼Ucase 在這個 的前面加一個Ucase 然後錢瓜糊 再到那個 這個Sales的後面這個地方加一個後瓜糊 就可以了 這樣子 OK 然後再一樣的方法 如果你 做對的話在這邊 Sales的前面 我希望複製 後面記得加一個後瓜糊 然後錢瓜糊 一定要後瓜糊 好 這樣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 那一樣呢 我們要看大寫的位置在哪裡 大寫的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在 46 大於 到多少呢 91以上 所以 64 91 所以你這邊把它改成64 64 OK 然後91 OK 91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這樣就寫完了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行可以拿掉 這個只是一個 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 這個只是 參考 OK 所以如果你什麼不知道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先自己輸出看看 如果OK的話你再來跑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 城市寫完了 所以基本上改了幾個地方 改了 從這邊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了這個 U-Case 刮虎 刮虎 然後這個是大於64 然後 然後小於97 然後再來這邊 U-Case 改一下 那其他有 其他沒改 還有個地方要改 輸出到哪裡 輸出 這邊是B 這邊是C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請你幫我輸出到 他的 這個C欄底下 這樣子的話就大功告成 輸出看看 有沒有 五個 兩個 應該都沒錯 所以 基本上 驗證的結果 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呢就是中文的 中文的 怎麼辦 所以中文的話其實可以拿數字的這個來改 數字的話呢基本上有哪些地方 所以再來就是中文 其實中文更簡單一些些 輸出到D欄 那判斷的結果就是 他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不在 什麼叫不在 就是說 他基本上 不是 0到這個 也 127以外 就是說他基本上是小於0 那當然小於0跟大於127 他沒有 重疊的地方 他沒有重疊 是這個方向跟 所以反方向的話你就加一個什麼 不能用and 要加偶爾 或 連擊就是 小於0 跟大於127 不會重疊 不會重疊的話呢 那你就要用偶爾 或者是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判斷就是很簡單 你叫什麼 把這個 改成什麼 小於0 小於0 或者是他大於127的話 那表示說他 不在這個表裡面 那不在這個表裡面呢 通常指的就中文了 他不是數字 也不是英文 剩下的 那應該就是中文了 OK 好 這樣應該可以懂 邏輯吧 應該這個 這個做完 最後輸出到D欄 層次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只要 把什麼 把那個 數字 個數 貼過來之後的話 我只有改 幾個地方 改 第一個這個把它改成D欄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邏輯 改成小於0 大於127 OK了好那試一下 OK 再執行一下 全部都0 為什麼全部都0 到底城市有哪個地方有 錯呢 密的 打一個字一個字 雷加 小於0 少一個地方打錯 哪裡 有發現嗎 這裡 End是說交集 他有可能小於0 而且 大於127 這種狀況應該不會出現 所以不會出現都0 所以記得把這個改什麼 偶爾就好 或者是 偶爾 OK 懂的意思吧 偶爾啦 或啦OK 所以其實 判斷是不外乎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就是 這個不就是那個啦 OK 所以其實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做完之後再跑一次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只有這個Nokia 因為資源只有一個 中文只有Nokia 其他都沒有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 把這個給做完 最後當然你就是在 最後再寫一個那個啦 寫一個sab 就清除好了 就清除這些 sab 然後這邊的話清除 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範圍全部清空嘛 所以你可以 寫一個用range好了 寫一行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的 從哪邊清呢 從 B 2 幫我到 D的9 這個範圍呢 點 clearcontents 點cl clearcontents 是 刪除裡面的 資料 這樣子就OK了 清除 好那基本上的話 1 就是數字 2 英文 3 中文 最後的話就一個清除 最後呢 當然你們今天的作業 就把這四個sab 分別呢 再產生四個對應的按鈕 所以第一個啦就這樣 數字個數這個前面講過啦 只是說 把它做個 複習今天的作業喔 4個按鈕有點多啦 我想完整性 那你會發現其他這 英文跟中文其實是用來改的 這個英文 這個中文 然後最後一個清除 OK 1 2 3 4 大功告成 OK 請各位試 待會如果城市有問題的話 一樣我會把 這個城市貼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大致上就貼啦 改主要是 U-Case U-Case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邏輯判斷 這邊的話就Clear Contents OK 畫面呢再 還給各位一下 好